《超戰!到底有沒有被過於吹捧?》 句號,回顧《2019最火》的電視劇,就不得不提陳情,令和慶如年了,而這兩部電視劇的演員中都有一個,人就是《超戰!其實慶如年的!火跟超戰也是有一定關係的! 畢竟《超戰》的粉,思數量是龐大的,陳情令吸引了一大幫的粉絲,加上之前自己當,練習生時候所有的粉絲,同時老粉絲也吸引了,新粉絲很好的道向,再一聲發表,意見的平台中,我們經常會看到,有些人發表自己,討厭《超戰》的貼紙,說《超戰》的演技和硬,直都被他那聲, 粉絲無緣無故的,吹捧而且過高,但事實真的是這樣嘛,陳情令大火超戰也火了,不少人對超戰的印象,肯定是開始於陳情令,因為陳情令裡面的精彩演技,才讓人們了解到了這,個可愛的大,男孩的存在,但很多人並不了解超戰,只知道在電視劇中, 超戰是我所喜歡的樣子,而出了電視。 劇他還能夠吸?忍住一批人嗎? 事實是他能夠吸引住一批,但是不能夠吸引很多。 畢竟有些人只是劇情粉,他們只喜歡劇中的藝無線,而不是喜歡超戰本人。 為超戰打榜,甚至是點讚超戰微博, 大部分是因為他們心中著著一個藝無線,藝無線在他們心中的美好形象,讓他們寄託於超戰身上。 不過話又說回來超戰其實在一定方面也是比較有演技的,通過陳情令就可以看得出來。 慶如年也是不錯,但就怕粉絲們看藝無線看多了,再看慶如年裏面超戰所飾演的燕冰雲會有一些跳氣。 不過仔細觀察超戰的演技確實還是不賴的,作為一個沒有經歷過本科表演系畢業的人,能夠做到這一點確實很厲害了。 出現的爭議,沒有被吹捧。現在在網上漸漸的出現了一些不太好聽的聲音, 就是超戰的粉絲們到處刷屏說超戰演技好之類的一些話語,其實說句實話,一些粉絲喜歡超戰的演技是無容置疑的,並且陳情令演技好真的沒話講。 但是肯定有腦殘粉的存在,這種腦殘粉呢,平時沒見過他支持藝人的工作,各種打探和跟蹤。 而大家看到的其實大部分都是這些粉絲們在到處刷屏,讓別人知道他喜歡某個人,這種腦殘存在感的人是有的。 並且每個藝人的粉絲都有這樣一撮人的存在,不可否認這種人與演員本人是沒有太大關係的。 雖說會引起別人的反感,但是你要知道就算是你自己粉的藝人當中也有這樣腦殘粉的存在, 只不定那一天他就會在某個社交帳號上刷屏各種喜歡某個藝人,恰考你也喜歡這個明星,然後被別的路人討厭,外帶討厭這個明星。 其實透過很多電視劇,我們都看到了超戰的認真,但是認真的背後,他又付出了多少的努力。 我們是不知道的,那些惡意刷屏的人行為是可始的,但是由於惡意刷屏而導致其他人對演員本身,產生想法或看法,實在是令人無語。 網絡也不是法外之地,希望大家都能夠修煉一下自己的言行,保持一夥積極向上的心,在合適的時候說合適的話,這才是一個合格的粉絲。 你是超戰迷嗎?特別聲明,以上內容,如有圖片或視頻也包括在內,位置媒體平台網易號用戶上傳並發布,本平台僅提供信息傳處服務。